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來到朗園濕地,專程來拍這個現行鳥 這個現行是近來一個熱門的鳥仔 我們走到朗園這裏,找了一輪都未找到 後來突然間見到,在草叢中就出現了 他站定定在這裏,我們就在附近拍攝 時間都蠻充足的,我們拍完相片後 接著就拍攝影片,一直在拍攝 大家看到其實是在我們前面 我們小小聲,他都不理我們 他一直停留在這裏,我們都會再拍一會 今天的器材比較簡單 我用了α1,配上200-600A鏡頭 這個倒也蠻好用的,600來講 可以裁一些,因為現在α1有5000萬像素 採出來的質素都不錯 另外高YSO的表現,跟A9 II都很接近 雖然像素高了一倍 但高YSO的微粒都很相近 塗的差不多 大家看看,現行鳥就在前面,很騰的 這隻小隻真的不怕人 我們進入了朗園,經過工地 跟地盤工友說 原來他們都很熟悉的鳥 還問我們是否拍攝現行 他又跟我們說,這兩天已經少人來拍攝 不知道是否現行已經離開了 亦都告訴我們,現行在哪個地方出沒 於是我們根據指引去找現行 而我們見到這隻現行只有他一隻 而他的活動範圍很小 也沒有飛起過 所以,懷疑他是不是受傷了呢? 如果是,希望他快點好了 可以找回他的同伴 為了靈活拍攝,這次我就沒有拿大炮去 亦都沒有帶腳架 所以,全程都是手持拍攝的 為了增加相機的穩定性 我坐在地上拍攝 手持的穩定性就會大大加強 另外,如果想拿一些極低的角度 我甚至乎把相機放在大腿上 再把相機的螢幕反起來 就不用拍攝在這裡拍得那麼辛苦 因為一般的野料都是很怕人的 所以我還是先拍照 拍到差不多一刻已經足夠了 我就再拍影片 這次帶一部Alpha One去 就非常之有用 相機的雀鳥眼睛對焦 就非常之好用 平時我拍雀鳥 如果距離太遠的話 眼部對焦都沒有拍得到 通常會拍到頭或頸 但這次可以這麼近距離拍攝 基本上每一張雀鳥眼睛對焦都是對到的 這個功能在今次的拍攝是特別有用的 因為這麼近的拍攝距離 景深就非常之淺 如果對焦是對了嘴 或者對了頸 分分鐘眼睛是不會清楚的 所以焦點的選擇很重要 而雀鳥也會不時令人令她的頭或移動 如果我們用了單點對焦的話 我們手動去改變對焦點 都不夠雀鳥的移動這麼快 所以追焦眼睛都是留給相機自己做 我們就慢慢欣賞一下當日拍攝的作品 演唱兩者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了我们今次主要是来拍摄现行料 我们经过其他地方都有拍摄其他种类的雀鳥 但是因为天气开始慢慢回暖 候鸟都陆续飞走 所以留在浪园的雀鳥都不算多 我亦都发现了不少的燕子在天空上面高速飞行 我亦都追踪到不少拍摄 但始终距离都比较远 衣袋都很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采彎的尾片还比较粗 和比较不太刺激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欢迎留言和按赞 拜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和按小灵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记得给like我们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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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